早晨早晨 早晨文感sir 早晨這麼多網友 早晨早晨又來到Happy Friday 早晨 文感期權不好的時間 今天我們先回來看看講故 表現真的不錯 今天升了兩塊 昨天就有些空險 大家見到17000點都穿了 是啊 空險的 如果17000都穿就很嚴重 因為今年年頭4月份5月份 17250踢穿了 今個月始終都是中了我那個stop 不過我就早了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掉頭我是沽的 我轉了淡倉沽了期指 但我今早早排平了 低位平了期指 然後買回來 剛剛 在172幾我就沽了期指 現在沽了期指 我不管了 現在贏了二十多點 因為我最主要是 因為我在高位沽了期指 沽了下去 我是lock option的 這樣就下跌到下面 那我去到這麼低 它穿了17000 不下 我買回來 買回來 今天彈上去17200 我又鎖回 那就是說 我由17300沽到17100 你當我贏了200點 你當我 彈上來 我17200我就再去沽 那我也是 都是拿來鎖住那些option的 其實就沒有什麼 不是有view的 不過今天就因為 被我捉到它的range 因為其實 今天有趣 今天為什麼我運動服呢 今天是奧運會 所以就穿運動衣服 今天開幕了嗎 今晚一刻開幕 是嗎?我也沒有留意 原本今早上去運動 誰知道今早上下雨 是啊 今早的天氣都很差 那台灣就打大風了 我以為台灣 我以為台灣有運行 昨天環球拆倉 它停市 它今天開回來嗎 開回來 台灣的家權指數 但是也要跟跌的 不過跌得不太多 跌八百多點 原本我就想著它要最好 最穩陣的是什麼呢 最穩陣的是它停兩天 停兩天 開不了禮拜一開 那我們就炒光了 因為 幸好 為什麼呢 有時候呢 昨天外圍風高浪急 哇 那個美股真是 玩死人 很多朋友呢 真的怎麼搞呢 因為 那些風險資產 是全部都 跌下來的 嗯 你們看到 真是 哇 原來拆倉是這樣的 可以這樣 射下來的 真是 吃了射藥感的 一直砍 一直砍 砍到你們 但是你們覺得 嘩 停手了 還沒有 一邊砍一邊砍 你們都不怕 他昨天呢 他真是鼓劃的美股 昨天是 說說那個蠟齒 一開波開始 已經 就是現火開演點 對差不多 對兩塊 對兩塊 但是彈回上去 差不多升100點 接著臨尾收盤都中 要倒跌86點 那個過山車真是 現在玩大Swing 就是你玩這些 這樣的市 你一定要貼市 就是 單人500點波幅 是啊 現在 現在真是很 就是 在我的角度來講 這些市 我就最喜歡的 嗯 因為機會多 是 因為你有波幅呢 你才有機會賺錢 嗯 尤其是我們炒 炒 炒期貨 你有個波幅呢 只要你 不過你昨天都是 我買幾次S&P 嗯 他都 打我 打完我之後 就是最後那一柱買中 那你就遮蓋回之前那些 否則你一樣輸給他的 嗯 因為真的 就是 就算我們這些 新手這麼敏捷 嗯 嗯 都有機會出事的 嗯 嗯 嗯 昨晚呢 就是美國出了他那個 GDP GDP 嗯 他的GDP 救回整個 會市 知道嗎 是啊 是 就是 就是 講的 美匯 美匯不是很 美匯是曾經堆下去的 因為那個日圓強 是 那個日圓強 那個日圓強呢 最主要呢 第一 美國在講的減息 嗯 這個日本在講的加息 嗯 在講的山水 但是昨天美國出了GDP呢 其實美國的GDP 對板 2.8 對板 對板呢 那個市場呢 就在那裡 就是 唉 你又說 減息 2.8 GDP 就是 如果不是大選 可以不減息 嗯 可以不減息 就是可以捏住你 就是拖了 我可以一路一路捏住你 捏到你去 九月或者十一月或者十二月都行 但是現在要大選 你美國的GDP 2.8股市 那當然是好啦 就是你說 你 你起碼看到說 經濟是對板的 每樣東西都是對板的 嗯 好了 那個股市定住了先 嗯 接著那個會市 因為美國的GDP這麼強 嗯 因為今晚還有個PCE 是啊 啊 今晚如果那個PCE 呃 持平 那就是九月咯 如果上一些呢 那又瘋了 最緊要今晚 咯 因為你的東西都跌下來 就是 那些東西跌到呢 你昨天的金銀啊 嘩 什麼都散了 就是金 那些東西呢 那些金是散 很少是一天散五十元 五十元 五十元 五十元會連續兩天 嗯 就是 那個金由二千四百 其金由二千四百六十 扔到下來 現在的其金是 其實昨天其金穿過二千四 是啊 二千三百九十八 啊 跌了一百幾元金啊 真是跌得很誇張啊 真是很誇張啊 好啦 如果 就是這些這樣的事呢 因為 你如果 就是有時候 做任何投資都是 所以你要預多一注錢 嗯 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買一注買兩注 留一注呢 那一注就是 預了這些這樣的下來 嘩 蓋下來 你又可以的話 你就買多一注 又或者 因為蓋兩注下來 這一注拿來頂住那個孖子 所以 真是要有準備的 要不然就 就有些複雜 那美國的GDP 問題不大 那如果今晚出個PCE 是正常的 如期2.5 那九月減息 九月減一次 那就看一下 那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勁 你知道了 賀錦麗對特朗普 其實就有點懸殊 那你民主黨就一定要有些東西 配合到賀錦麗 因為賀錦麗 他做了這麼長時間的副總統 基本上就 就是在他政治上沒有政績的 看不到的 大家都看不到的 都不知道他 因為以前拜登 不是這樣 以前拜登做奧巴馬 奧巴馬副總統 他經常出房去很多地方 大家知道他有曝光 但是賀錦麗沒有曝光 那你要把特朗普擊倒比較困難 所以就可能會有一些很多政策上面 要配合一下可能減息 了回市 各樣東西 那這個大家就 就看著了 那我相信經濟的那些數據 應該慢慢慢慢 很通脹的數字慢慢慢慢落 那大家就安心就等 九月減第一次息 那美國就減息了 加拿大就減了兩次息 歐洲就減了一次 就接下來九月就再減了 你看到這一堆歐美的央行 英國那些 都接下來都是講減息的 等等 我先插一插你先 少許平平倉先 跌了一百點 不要緊 我正在沽 對 我正在沽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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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理他了 我都是落倉而已 落倉而已 好 是 所以我沒有看 所以說 就是如果 剛剛券他說 縮下來 看看你 你有看我 你今天早上有收我的訊息 到了七二二零日就要沽 是的 對不起 不要緊 那歐美的央行 全部都是把貨幣政策行寬鬆的 而日本呢 接下來的貨幣政策呢 我們看它是會收緊 但是大家記住 是不是七月呢 我看就不是了 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呢 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呢 我相信呢 它會去到 大約十月呢 十月呢 他才會 才會移動 它的利息的 九月到十月 你當它 你當它 它才會加 但是它加呢 可能會一次過加多一點點 上次又加了一 那可能這次加一 這次加十五點 那 唯一一個最關鍵呢 就是什麼呢 那如果 我們要有幾個 幾個 幾個情景模式 去想個市 第一 今晚美國如果出個PCE 是高 是 那 那 就是說 接下來美國減息呢 九月 雖然是現在有九成 如果萬一 一個PCE 高 通脹高 那 美國可能 減息去到十二月了 那 有機會 那 有機會 那 有機會 跌下去 不要 單邊 看 那 因為昨天 它去到一五二 我告訴大家 來到一五二 就應該是 短期內 就已經見了 很長之針的 昨天它曾經穿過一五二 一五一九幾 是啊 一五二 二呢 就已經 近期那個高位 低位 日元的高位 是的 就是 Dala Yen低位 Dala Yen低位 見了 那 其實呢 你現在看上去呢 它應該慢慢慢慢又挨回去 嗯 一五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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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六才合理 一五六才合理 因為現在還是早 因為 因為這一次的日元升上來了幾樣東西 就是我們在節目裡都講幾次 因為有些 日本的重量級的官員出來說過 為什麼呢 因為自民黨 在日本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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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什麼 支持度 越來越低 那如果他們再不去 搞一搞那個匯價呢 那些百姓呢 其實辛苦很辛苦的 還有呢 我們見這一次的KVTrade部分拆倉 這樣都是部分的 不是全部拆倉 因為其實 你現在去日本借錢呢 都還是吸引的 尤其是 就是 外圍 你除非外圍減息 減到落到去一個 點 是同差 借日本差不多的話 這樣才有機會 就是要釋差收窄 收窄得很交關才行 所以就暫時呢 我覺得KVTrade這些交易是會繼續的 是會繼續的 大家看過YenSing 長遠 有很多很多因素 一定要找一閘 只是和你們說的Yen 因為 因為接下來 因為日元他自己的方向 不是他定的 就是美國佬和他定的 你現在準備換屆呢 其實呢 你有留意特朗普說過什麼呢 特朗普說過一句說話 就是 Yen沒有理由這麼弱的 是 這件事呢 你真的要寫著字 在自己本簿上 Yen沒有理由這麼弱 這句說話呢 就告訴你 到特朗普做總統呢 Yen一定要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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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現在 現在買啊 還是什麼時候買呢 我們現在就太高了 你現在這些位置追不著數的嘛 是 你當然是等它移回到155 156 那些你才慢慢慢慢 部署回你那些 Yen的頭串 就是 你現在 整個板 看上去那些會市呢 那 Yen呢 你就應該等的 這些位置 你應該等它下去 155 啊 155 起碼你才再買 這些東西 不然這些位置買 就有些貴的 是 其他歐羅就沒有什麼大變化了 108半 站在那裡了 英鎊1286 也是站在那裡的 英鎊如果低一些 接近1282 英鎊是可以買的 嗯 英鎊就低賣 澳柳家的家園 下到138半呢 其實就再 它再下去 那 加拿大就繼續寬鬆貨幣 政策的 嗯 但是加拿大是偷步減了兩次嘛 人家減 那變成它呢 就是好處 就是現在你儲家園呢 沒有壞的 家園你就138半 搬你才買 買就行 或者升穿了13780 但過了13780呢 你就追快買 這個就是buy stop來的 是 那個就是buy order來的 是 至於澳洲下到這些位置呢 就是 嗯 人民幣 它都是上落市的 就是7.25 7.24 這些位置 去到7.33 它現在就去了強方了 去了強方最頂的位置 差不多了 嗯 嗯 好 超賣 超賣 澳洲超賣 這些位置我都覺得是值得買的 嗯 澳洲也是 低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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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一十六 十六 十六 二四一六 照計就奉低賣 其實 其實 如果 因為是十二月 還要是期金 嗯 如果你是 有一些 期貨戶口的 你買些微型的迷你合約 十安的 嗯 那你就等到十二月 就是 沒理由二千四百元都不過 就是 就是 就是我覺得是 是直播高的 就是 我看過今 還是有條件走上去的 這一次 就是 就是 拆倉這樣拆下來 不是等他媽媽才叫 叫這一兩天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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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 來到這個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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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要買的 因為它是現貨金 我用現貨金來 因為有一個水闊 來 現貨金呢 它第一個位 就是 二千三百八十幾元 八十五元 八十五元 八十五元到八十元 它穿了這個位 就應該 試下去 二千三百五元 昨天呢 就試到 已經試了 二千三百五十三 其實 現貨金呢 都到了低位 嗯 但回上去 但回上去 你們不敢買 不要緊 啊 拜拜 是 拜拜 升穿才買 站穩了 收了在樓上 才買 是 現在的 旗金 那個水面呢 就 2420 是 是 2420 2420就是水面的了 是很近的 你如果 你如果做 Buy Stop 它的Buy Stop 就是2417 就是 現在這些位 是的 就是現在這些位 就是現在 如果你是買 人家的Market 或者你 你站穩了2420 你才買 都可以 下面 如果你說 它再下去 呢 期金 應該就2393 2393 2393 都是一個位 來的 就是可以買的 好了 金跌了 銀呢 沒得走雞了 是 銀對得很急 是啊 很厲害 是 是 是 現在 上回 28.1 28.1 又是 一買就是 這位買 就是 拿來的 下面 就是27.9 下面 買位 就是27.9 是 上面 現在它站了28.1 它再上一個位 就是28.4 但是它是28.4 才是水面 差很圓 是 三十多次 是 那銀是被人沽大了下來的 那銀是被人沽大了下來的 是 是 這樣就沒辦法了 跟著那個銅 那銅它四元就不穿了 下到來四一幾就能站到 它真的 頂一頂 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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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銅頂著呢 你可以找位買的 就是 你嘗嘗 放回 四零五 那銅 那銅 是 四零五 你放十五 十五到二十點 是 是 好了 跟著 那個爛鐵 那爛鐵 跌到下去 下面七百六十幾 就反彈了 現在二十元八毫多 昨日二十元五毫 我又加了半柱 我沒有加到一柱 我加半柱 嗯 我一柱一千 我昨天買了五百 那總之都是二十元編皮這些位置 都買得 是啊 跟著我就等它上了 現在那個鐵礦石是七百八十八 我下一柱買呢 就八百元 鐵礦石上八百元 我就買了那半柱 大約是二十一元 我等它上回去才買 嗯 慢慢來 我們這個 這個是長線的 中長線的 中長線的策略 是 跟著 其他的金 跌得一扣一扣 其實油價呢 就算硬正的 抽上來 是的 不是 所以說 你便可以自己所看的 有些什么kvtrade会是大大厘的 汇市肯定了,金、金、银、金、银、股票 证明那些油是每天都有人炒的,不是kvtrade那班人炒的 昨天的油炒过去76个多 昨天最低76元边皮 是呀,买下买下又被他买上去 现在他们买的长命斜和沽的长命斜 你真的要有时间捕捕他 捕捕他走一条长命斜的时间,你就顺风车了 他回升78元是一个好的位置 因为他76元如果扔穿,他要退一个波幅区间 他回升78元是没事的 现在在区间的底 今天会不会再推他上去呢? 他昨天出完那个GDP,那些人信心就回来 你现在呢,他们炒两个东西炒淡油而已 炒大陆的经济不行 炒那个以色列哈马斯和谈有计论 是那些消息炒了,应该就炒完了 上面的油呢 Buy Stop 79.2 今天就倒转了,如果升穿才买上去 79元,今早亚洲时段都买了几毫子上来的 是的 79.2,那下面放一个Buy Order 就是77.8元 都是6毫子stop 是的,放6毫子stop 它跌下来你就下面买 它冲上去你就追买,你放6毫子stop 电燃气两个一都沽穿 就是在试2元以下了 2元以下就不要买期货了 走去买ETA 是呀,是呀,就买什么 BOL呀 是呀,是呀 是呀,是那些 记住,跌下来的2元就去买EGF 是 那现在这些位置 你肯定是 最简单的,越低就越买 是 容易摆嘛,那个stop 出2元给它 是呀,你就摆在 203 30 现在208 208 209 208,你现在摆在206 或者204 摆在204 就40 就50点stop 嗯 你穿2元你就给它 204买,放个BOL 嗯,不过说它很小就像 上市穿2元 我那条车就这样扯 但是要你过周末 是啊 很危险啊 很危险啊 可能睡醒就爆了 那个仓 是啊 不要搞它啦 避开它啦 昨天的农产品,天天叫你们买农产品 昨天的农产品,那斗走了20分 在1060 走了上来107 8、7、9 嗯 那那个玉米呢 还有趣 那个玉米呢 昨天呢 那个斗升了20 20个点 那个玉米还没走啊 它是再晚点才走 嗯 那个小麦呢 就走了上去走回来 大斗玉米 逢低买 逢低买 不怕了 真的不怕 就是你 你 它没有肯定性的 因为沽到落底 那些人肯平仓呢 就会走回上来 嗯 这些仓开始平就会走回上来 嗯 好 那一人中商品 我们很快就说了 我们随便说一下 虚拟货币啊 又好回一点了 比特币好回一点 那以太坏下来的 那以太呢 它出了那个ETF之后呢 都仍然在走那个pattern 还在走那个上一次 上一次那个出ETF的pattern 嗯 通常我们都有提醒我们的投资者 之前如果是 是hold住它这个模式的 一去到那里它不走呢 你就先平了 嗯 掉头就 就 就买回个ETF 就是由头到尾都是说那一句 你买这些呢 买龙头呢 就稳阵点 是 现在你ETF的那些呢 你要等两个礼拜 嗯 两个礼拜后可以呢 就行了 不行呢 以太都随时被人遗弃的 被人遗弃的 是啊 真的随时被人遗弃的 因为 因为当你出到个ETF 而是别人对你的那个 应受性是不行的 嗯 那就没人制的了 就没人制的了 会不会那些钱又走回去比特币呢 比特币好一些 刚刚说的 是啊 打到最低去到63,500的 那现在都去到66,900的 接近67,000了 都带了多少 那我再帮你看一下其他呢 其实那些钱走出去呢 嗯 走了一只叫做Solona Solona 是 其实这个都算半主流 都很多人炒 是啊 是那些钱走到这只了 Solona Solona 都是 174 是啊 都是走了上来 是是是是去了这里 部分钱来的这里 因为 这些你腿得它起的嘛 100多200元的东西 嗯 但是这些就要注意风险了 这些是没有ETF 没有平台啊 你们自己记住注意风险啊 嗯 是 大家小心一点 好 那这个 虚拟货币有什么特别补充呢 啊 特别补充就是你看到这些禁波幅呢 现在呢 除了有正向的呢 有反向 提醒大家 就是 双向的了 最好的投资工具呢 就是有双向的 是 就是不会说有一个主观看好 或者主观看淡 有双向的 就是告诉你 你 看好的 选择正向的啦 看淡的 选择反向 这样就最好 嗯 736 帮你骂一下 是啊 好 那么 我们又说完这些商品之后呢 我们回去摸摸港股先 缩下来的 真的是 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港股呢 大家的信心呢 因为 因为 我们走得多好都好 嗯 你有时有个A股在做的 A股 A股今天表现到日本 就是啦 那个A50又是 大斜路 嗯 在高位 又是10点钟开始沽下来 嗯 港股 有网友一早上都问的啦 什么位置结算呢 因为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二就结算啦 没错 下个星期二就结算啦 那什么位置结呢 马鑫常怎么看呢 哇 真是 很难估哦 不是难估啊 是它走到这个位置 走到这个位置 没得高位结的啦 让我看看 好啊 我看一看 它那个高位好像在月头就已经结了 嗯 立刻和你 看一看 看看 看看 看一看 在什么位置结算啦 网友都说港股这么快升了 走完基本步了这么快 是啊 刚才看最秋上升200点 刚才叫你吃会都叫你吃早了 如果是的话 是啊 所以我不看 所以我 做事就是这样的啦 我一开麦就告诉你 我沽了两张旗子 是啊 2220沽 就是要坐得很稳定的 2700 吃少了几十点啊 是啊 如果刚才沽了 就是要坐得很稳定的 就是要坐得很稳定的 2700 吃少了几十点啊 是啊 2800 如果刚才沽了 17220 嗯 等等 我计算一下收市价 买入价 就是 170 20 这位 看怎么机会到 今天的 地露 差不多这位 嗯 嗯 昨天的地露 哇 嗯 先看看有什么特别问题 先 没有什么不是港股的 现在 啊 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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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 哈哈哈 稍后有时间回答你一下 帮我看看吧 他在看那只941 啊 又 又有机会 不是收得很远的 是啊 计多一次 稳定点 披四股 会不会 170以下结啊 170以下结啊 会不会呢 照计就应该不会 嗯 要是 对的 是 有机会 是 是 对的 是 17106或者17040就是這些位置 就是這些位置 是啊 真的沒得談的 過時真的不行 你剛才說的是這些位置結了 是啊 就是這些位置結了 哇 真的是這些 不行啊 港股始終是沒有辦法扭脫 就是被A股拖著那個魔咒 好 我們要爭取時間 好啊 好啊 要先說指數 指數先 罵數 好啊 罵數是怎樣的 那些錢是不是拆倉的錢走進去中小企的股票那裡呢 罵數是有得升的 它最好就不要升那麼多 它是有力啊 罵數 因為今早早 今早早我整的時候呢 嗯 就已經看 哎呀 它很快已經去到Buy Stock了 已經過了Buy Stock了 就是我們說真的罵罵數 你的錢買不到機票 沒有 他們是有貨幣的 但是每天的錢都買了 能夠apse 很多錢都買不起 可能是跟他貨幣的 然後就買不到 那些錢的錢的錢 就買不到啊 我也買不到那些錢多了 所以我們又買不來 很多錢的錢買了 believing 那些錢多了 那些錢的錢 又買不去 那個錢每個錢的錢都買到了 那些錢 又買回來 那個錢的錢 又買到上來 看看多麼誇張 單人波幅500點 我先給那個buy order 好 罗素的buy order 2236 2236buy order 是的 你在上面沽的 罗素你在上面 226 63 69 57 2269 穩陣一點 2269 這個buy order 是 buy order就是2236 這些幾點stop 這些罗素放回10點stop 10點 是的 NQ NQ 下面 buy 原本是 18946 現在這些變成15 不會覺得 上面sale order 18946 是吧 18946 你放回buy order 是 是 是 上面的sale sale sale order 1916 1916 1916 這些幾點stop呢 這個放回80點 現在這麼大的波幅 80點 好 es 現在 5462 現在5462 現在5462 628 又到了 按道理就是這些位置 穩陣的 穩陣 穩陣 5468 就是sale order 是 這個呢 都是放回 這個亞洲時間的 這個擺 擺10點stop 是 上面擺個 這個 又不是凹射的 放個高沽 5492 5492 5492 這個 這個 都是10點stop 都是10點stop 買回你下面 放回 5435 5 435 都是10點stop 這個食股 你當食股貴 就是一枝都不奇怪了 現在的波幅很大 好啦 YM YM 今早上 又升了一百幾段 是呀 升上去 YM 40 40 404 sale order 40404 是 是 高沽 40588 40588 40588 是 這些都放80點stop 都是80點 都是80點 是 好 A50 A50 都散了 哇 11777 完全沒有水花的 A50 可以買的 17777 即是它真是落到去 它 exactly落到去76 底那裡 11733 by order 11733 是 這個真是手朱朵 60點stop 60點stop 是啊 好 此事方面講完 我們有少少時間可以講講講港股過股問題的 好啊 看看先 抽來回答 最近這個就是772 講回原文先吧 跌了下來 昨天還有25.2 嗯 前天我就 二十 我 我 我有trade 是月文的 我高位沽了 嗯 我那天高位沽了月文 就二十五個 一毫多賣 我昨天差點都沽到它 不過沒有沽 那下來呢 二十四個四呢 這隻呢 我還是有信心上得回 之前那個二十五個多應該二十六個多沽到的 現在下來了 二十四個 二十四元 如果你還沒買 你放個order 二十四元買 嗯 二十四元買 他今早二十四個九 二十四元買 二十五個半都沽得回 我覺得這隻股票 只要市場一旦就能沽到的 嗯 好 另外呢 有網友問 就是 今天很硬正 什麼AIA很硬正 昨天已經硬了 我之前有網友問 比亞迪電子 之前有提過的 二百五 有提過比亞迪電子 很久了 如果提這隻股票應該 對比亞迪電子 他代工的 他給亞迪電子 嗯 下到這些股票很吸引 三十元 不過他正在下山 好 不要緊 另外再回答一下 700 騰訊 350元 哎 他昨天351個 一個二 我昨天 352有貨 這個網友 不怕 你害怕 你害怕 你三百六 就走了 有人看他 走勢不好 可能會比較低 但是我覺得 憑訊 我昨天擺過的訂單 買 350元 但是他收351個二 嗯 因為昨天 收市的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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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價的時候 是競價 三百五 我都想買 買不到 買不到 就不買了 不買便便宜了 我原本想著 三百六十元買的 這隻股票 跌了下來 那我又 又等多一等 等多一等 嗯 因為呢 反過來 因為我自己也有看 另外一隻 我看騰訊 我看一隻葵程 是 葵程 就跌了下去 三百三十六 馬寶 是啊 葵程就跌了下去 三百三十六 我倒不如就拼三百三十六 嗯 就買一隻葵程 336.4 是 九九六一 葵程 是啊 現在的七零零 是三百五十五 有些 premium 我買了它 如果一旦的 跌得多些 這隻葵程 是的 今天跌多了 這隻葵程 嗯 所以我就留意這隻 如果你 352元有貨 不怕 你騰訊 你不是炒一兩天的 我當你今天買啦 昨天買啦 昨天買啦 昨天買啊 你起碼等 等一個多兩個禮拜先啦 騰訊這些 等它出業績 就會上回三百六 三百八的啦 昨天有一棍是 有點嚇到的 始終平台 就是橫行區間 終於穿了 這麼久 很長 兩個多月 是 終於穿了來 怕一怕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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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看看 還有什麼回答 992 有網友想問 941換聯想好不好呢 或者有個網友拿著992 12.2有貨 怎麼看呢 992 這些AI 唯一一隻AI和電腦相關的股份 在香港 12.2有貨 現在9.8 12.2有貨 12.2有貨 那就是在day high買到的 最近的day high是12 我兩個頂 是的 2.6 如果你這樣你都買到 你落到這個位 你那個位買的原因是什麼 你想一下 你覺得 你是覺得 有 憧憬 他做AI電腦 還是什麼原因 你如果沒有原因買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高追 高追跌下來 你跌穿11元 你都不去問 跌到來9.9 這個位當然是買 很簡單 你接下來 做到AI電腦的 在大陸 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牌子 只有這個牌子 9個多人錢 10元 我都叫人買 這隻股票 何況9.9 不怕 真的買得到 如果12.2有貨 那這裡是否有 他有本 即是有能力的 這個位置 你這個位置不追 你等一下子彈上去 就很容易會摔掉你的 雖然他的走勢 就一般 你現在這個位置不追 你想回10元你一定要追 嗯 都看好的 看好看好看好看 那我們今天就索性 幫他打氣 幫你打氣 992 是啊 是啊 好 那今天我們選一隻 992 跟他打打氣 好啦 那今天節目時間來這裡差不多 一會兒回來 有勁高金富實戰攻略 所以大家不要走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這個會讓我成功 準確資訊 違不保證 絕對無誤 資訊 諸有錯漏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stereo 正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蓋不負責 同時,Record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ord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Record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ord Finance 立場 作詞・作曲・編曲・編輯 作詞・編曲・編曲・編曲・編輯